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是用解锋笔一项手统计学 目前是第12章的单因子片因素分析这个单元的版本 因为这个章节呢 跟延续前面的线性与相关回归 还有T检定呢 都是以线性模型取向 来去做一个教学示范的单元 那我在这个现在影片上面看到的呢 是我还在编修中的内容 未来呢 如果说各位 你在上架之后再来看这电子书内容 我会把原书的内容做些编修 不过不管即使我重新有在编修文字 也请同学在进到这个单元 这个章节的时候呢 先从我在增加这个线性模型取向的 这个增列单元里 先看一下关于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的 我们如何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来 来学习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的介绍 那在这里呢 我跟前面的单元有些不大一样的事 我在这里我已经先把线性模型版的 JAMOBI实作档案加入到 中文版的电子书的档案库里面 所以建议先去把这两份 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的独立样本 以及重复量数的示范档案 先下载下来再进行这个章节的学习 那在原来的电子书呢 因为它是用比较传统的教法 其实各位我们先看它旁边的这几个小节的安排 那它从第1节到第6节 其实讲的呢 全都是单因子独立样本的变异数分析 那其中呢 在这一节还包括了无数统计的部分 那我给同学的一个学习的建议呢 是你在自行不管是你是自行学习或者是跟着一位 老师的课程来上课的话 那请你先去看一下我准备的现在在画面上显示的这个是线性模型版的示范档案 那这个示范档案呢就是改良自原来电子书的独立样本里面的 内里面的这个范例的这个范例的这个范例的档案 好那这个范例档案里面呢 因为我是用用用我 那么因为呢 我是用他们 他用用这本书的原来的资料 他就有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忧郁症药物的测试结果 那我这就沿用他只是把它改成用回归模组来做分析 那各位可以注意到的是 使用回归模组分析的话呢 需要增加两个所谓的Do Me Code 或者是虚拟变相 那变相的方法我是有 我在这个示范档案里已经有加了进去 各位可以研究看看是怎么样去设定的 那有了这个设定之后呢 各位可以从表单中的重置 可以看到我是怎么样建造建立出 符合这个单因子变异数分 独立亚本变异数分析的一个回归分析 那各位的学习的重点呢 是去对比原来这个书中讲到的 这样一个Anova的统计模型 以及在它的变异数分析中呢 它们的这个变异数的平方差总和 原来电子书中它是用手算的方式来带领同学认识这个变异数的总的一个组成 但是透过线性回归模型的好处是 我们是可以直接由这个R 在回归模型我已经认识的R R2 以及Sumbo2 去直接去知道 像一般的Anova模型是怎么组合出来 那在这里呢 同时也有 我也用回归模组进行变异数分析呢 也可以进行简单的一个多重比较 以及做一些适用条件的简合 那建议同学呢 可以对照书中的相对应的章节去对照看看 然后呢你可以再用原来的这个资料 使用Anova的这个 Anova模组的这个OneWay ANOVA 你自己再去做做看 看看跟这个回归模 用这个线性回归模型做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在这里呢我同时也使也做在原来的电子书中呢 因为他有他也有去他也就是介绍了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的五亩数统计 那那么正式名称叫做这个Cruzco Wallis的简定 而在使用回归模型的好处是 只要我把一变相转换成等级资料 那就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 而这也可以看到跟前一个在这一块的报表 我其实是把前面的这边原来是连续变相 把它用等级做转换之后呢 会看到会得到与这个Cruzco Wallis的简定一样的结果 那因为他是五亩数统计 所以他其实我们要从里面检视的要去摘取出来的报告资讯 以及他的一些适用条件呢 比较不必考虑的那么的多 那么这是给同学关于单因子独立样本 变异数分析方面的一个简单的道读 那另外呢在这本电子书的最好的其中 后半部也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就是12.7跟12.8的部分呢 他所介绍的是重复量数的状况 那我也为了这一个重复量数呢 准备了一个线性模型版的例子 那这个线性模型呢 要请同学注意到的是我的他的资料是跟原来的电子书中 电子书之中的这个资料是一致的 但是电子书呢 他用的是一个叫所谓的宽表单的格式 但是我的示范资料是用一个长表单的格式 这是因为用线性模型处理呢 是必须要用长表单的方式 那关于长表单跟宽表单的差异 我在我的追加章节里面 在这里我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也会在后续的课程录影影片呢 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说明 而如果是以要成为一个 要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统计分析的工作者 我是比较建议尽量把资料以长表单来处理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这个部分呢 要采用线性模型学习取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好那最后呢 关于那个单因子的重复量数呢 在这里有 在这电子书还有一个五亩数分析的介绍 但是线性模型版本呢 因为我没有找到比较对应的使用方式 所以这里呢我是把它视为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 来给大家 那会再给大家在课程中做些简单的介绍 不过那么对于要自学的同学呢 其实你可以看你自己实际上你会遇到 在你的重复量数的研究设计里 会用到这种等级资料或是五亩数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少的 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用这里的一个方法来去进行分析 好那这是关于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的一个道读 那就祝各位同学学习顺利 一定读能做到的话 因为 这就是 我